同情之间 同望明天 你我并肩 最后的岁月 画后的云彩恨 忘记 没藏着星月 温暖无眠 情侣不鲜 只在眼眸在每个季节 期限前面共同 万不愿望 我停歇 画不开满 自知情远 城乡 珠珠 幻世笑颜 自卑险 即将的无缘 忘记的雪花蓝天 《时代之声》为时代而歌 周深全新红歌发布 此次是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和学习强国联合出品 是为了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全媒体推广 庆祝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的主题音乐专辑 《领航新时代》即将正式发布 而其中由周深演绎的主题歌 《同行同网》MV 于7月21号12点全平台正式发布 《同行同网》唯有宁心剧力 不忘初心 方可书写辉红篇章 开拓美好明天 为祖国为时代而歌的百灵鸟 今天又唱到了西藏 恭喜周深又一次唱响时代之歌 大家聚得去听哦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重創造浮予每一天 微笑大气往补充 你用汗水耕耘着生活 我们携手一起捧出生机蓬勃 你指引我前行的方向 我看到了不去的信仰 浪漫热度一起点亮美好蓝图 同情之间 同望明天 你我并肩最好的岁月 往后对边最难忘记每当这喜悦 温暖湖面 继绿不屑 只在眼眸在每个季节 期限前面共同奔赴远方不停歇 今晚奔跑把泰国旅途最后一期 继上周奔跑把节目重新开播之后 本周五也悄悄的来到了 奔跑把节目组也通过微博进行了预告 超四百多万的网友进行了阅读和点赞评论 自然上一期因为某个人的原因 再一次剪辑之后造成逻辑上有些混乱 但是这一期节目的笑点依旧 并且收视率实现了本季破一的新高 声乐课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可不能够迟到 变数字 吹蜡烛 哦 大家会依次出场抽取一个数字 三 三 三 对 三 对 这个怎么知道 三 哎呦 再烫给我 我感觉那火苗让它给吸进去了 赏 可以 漂亮 第一期奔跑版预告中 可见这一期主题为剩下校园 新浪同学相聚 紧张激烈的社团竞争马上开启 谁将成功加入数学社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从预告的内容就可以看出 嘉宾人数不少 常驻嘉宾有 郑凯 周深 白鹿 李晨 安侦拉 baby 沙翼 范晨晨 特邀嘉宾 王鹤蒂 杨云晴 今晚20点20来奔跑版和周深 一起感受数学的无效 魅力期待收官之战的 激烈对决吧 谢谢跑男给我的这样一个 成长和挑战自己的机会吧 另外 网传创造营2023泰国篇导师阵容有 肖战 杨云晴 宋茜 周深 黄霄云等 但节目出品方已经辟谣 网传名单为假 而小编个人感觉 此份名单中应该半真半假 目前仅仅是预热阶段 你们觉得呢 另外 周深常驻的英宗 时光音乐会2将会在8月份开始录制第三季 网传你邀嘉宾有 张杰 许松 黄丽霖 徐佳银 周深 毛不易 此份名单较之五六月份的网传有出入 但应该更可信一些 就小编个人而言 更加希望其中的周深 毛不易 黄丽霖 徐佳银 能够真的参加 你们呢 娱乐圈充满了竞争和虚伪 许多艺人难免会在个人形象或者作品上出现一些瑕疵 然而周深却通过自己真诚的表演和待人处事的态度 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他不仅在舞台上将自己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 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一直保持真实和踏实 这种真诚令人信任 让他在娱乐圈中与众不同 成为备受瞩目的存在 记得评论点赞 订阅我 随时了解周深最新的动态 那这首歌曲就是一开始定的就是周深 从来都没有想过第二人选 但是脑海当中梦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周深 当然周深肯定是现在是什么顶流啊 实力长将 这毫无意买啊 他技巧 他的声线非常疼 就是你仔细听他的声音 他的那个声线是尤其是中高频的很有特徵 就是拉入感很强 他非常用心 异常非常一体 这个创意性的和这个技术性的 包括这排队度长都让人很难忘 其实我第一次认识周深开始 我就觉得嗯 这个小孩真是厉害 你知道我们后期的工作人员说也会修啊 各种条件 你刚说完条件事 周深基本上张口了之后 我觉得后期的压力也非常强 哎呀 真好 都想歌手就应该这样 也许将来大家都会这样 都会慢慢的越来越专业 那不好的慢慢就会淘汰 要是我有钱的话 我说如果能够请来周深唱的话 我说我也不反对 然后他的声线走一走 那对 他声线走 那绝对好听的 他唱出不但有这个天籁的空灵感 他还有女生没有的支持 对 他的他的这个腰部支持 这个他专业 女生到了高音会需要 他有支持的 他有那个男性的韧带支持 所以你会觉得啊 就是明亮而天籁 张力十足 张力十足 他合作是我一定特别爽的事情 因为啊 我写这首歌 有个那么好的歌手 能去表达他 他一定会留下更好的 更多的记忆 就是我想 因为大家都是创作者吧 不是说 不是说 你的每一首歌 能有机遇 能够遇到你想象中 契合的歌手 而这次就是遇到周深 我也当然很开心 你们找到周深 谢谢大家